你仔细看这些孩子的耳朵 它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不管是年纪大点的孩子 还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只要在这个村子待上几天 耳朵都得被咬得千疮百孔 因为这个村子住着一种老鼠 它们不仅不怕人类 还把村民饲养的猫当成食物 而那些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更是成了老鼠眼里的美味佳肴 久而久之 这里的孩子们不是少了耳朵 就是被老鼠吃掉了脚趾 总之没有一个健全的孩子 而像这样被老鼠肆虐的生活 村民们已经过了整整18年 它们不是没想过消除鼠患 可任凭村民用尽了各种办法 这些老鼠就像打不死的蟑螂 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变得更加猖狂起来 甚至肆无忌惮地攻击人类 直到这天 山里突然来了为卖药的客人 这才改变了村里原有的生活 男人名叫老金 原本要带着儿子到首尔治疗费病 途中意外来到这里 他本来只是想借宿一晚 然而奇怪的是 面对他这个意外来客 村民们却纷纷面露惧色 似乎是在害怕着什么 种种线索表明 这里绝对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而在得知老金是开药店的后 村长也是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便请求老金治理鼠患 并承诺事后会支付一笔报酬 老金又刚好需要这笔钱看病 于是当即便答应了村长的要求 而他也果然不负众望 只是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就制定出一套完美的驱属方案 很快 他就将老鼠喜欢的药粉 撒在了村子的各个角落 并沿途汇聚在村头的广场 但这只是饮食出洞的第一步 更重要的则是后面的操作 只见老金在山上点起篝火 随后又将老鼠讨厌的药粉 撒在火堆 而伴随着锋利的带动 浓郁的烟雾瞬间覆盖了整个村落 短短不到一分钟 被药物影响的老鼠果然集体出洞 并沿着地上的路线疯狂逃窜 而看着眼前数以万计的鼠群 村民们被吓得各个目瞪口呆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村子里的老鼠竟然如此之多 只见他们犹如潮水一般 向着提前备好的陷阱狂涌而去 等老鼠们集体躲进山洞后 老金再用一块巨石封住洞口 就这样困扰了村子18年的麻烦成功解决 而老金也成了村民眼里的英雄 但为了防止老鼠再出来祸害人间 老金提议村民们集体搬家 也只有换个地方生活 他们才能彻底摆脱鼠患的威胁 可听着老金的建议 村民们却纷纷低着头沉默不语 不是他们不想搬家 而是根本没有办法离开这里 原来早在18年前 这里的村民染上了麻风病 村长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 于是将病人集体赶往深山 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可住在山里的巫女 不忍心看女孩们遭此罗难 于是带着他们重新建立村落 但没想到后来战争爆发 村长为了躲避灾火 竟联合村民集体上山讨伐 不仅霸占了别人的新家园 还将巫女连同病人关进山洞 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而看着这些丧心病狂的村民 巫女用自己的生命 向他们施下了最恶毒的诅咒 也正是从这天开始 村民们开始忌惮外来的客人 村长为了稳住人心 将巫女带往山洞活活烧死 而他杀人放火的行为 也让巫女产生了更大的怨念 不仅将村民永远困在了这里 还要每天饱受鼠患的摧残 直到老金的出现 这才彻底帮他们解决了麻烦 可作为罪魁祸首的村长 却始终没有忘记巫女的诅咒 所以在他看来 老金作为外来的客人 就算帮他们解决了鼠患 也必须尽快铲除 否则等巫女的诅咒应验 他们的下场恐怕只会更加残忍 而与此同时 完成任务的老金 正准备找村长索要报仇 可谁料还没等他开口 村长竟直接拿出了一只死猫 还说 面对村长出而反而的决定 老金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想都没想就准备去拿钱袋 然而下一秒 一时间老金被痛得瘫倒在地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好心帮这帮人除灾解难 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 这简直堪比现实版的农夫与蛇 不仅如此 村长为了让村民赶走老金 还将他随身携带的一张纸条 说成适合间谍传递消息的秘语 然而纸条上的文字 实际上只是老金记下的医院地址 可由于村民们不认识英文 所以无论老金怎么解释 村民们都站到了村长这边 不仅相信了老金就是间谍 还将他之前在山上点的篝火 诬陷说成发给外面的信号弹 目的就是日后带人进来杀光他们 而一时间饱受诅咒影响的村民 瞬间就相信了村长的鬼话 想都没想就准备赶走老金 听着村民们的诋毁 老金知道自己是拿不到钱了 现在的他只想尽快带儿子离开 可老金却不知道 村长为了赶尽杀绝 竟在他携带的饭团里下了农药 但凡沾上一口就得中毒身亡 然而让人唏嘘的是 老金作为开药店的医生 本能第一时间闻出这是农药 可由于失血过多 加上这几天东奔西跑的劳累 最终不幸昏了过去 而那个致命的饭团 就这样被无辜的儿子吞进肚子 等老金再次找到儿子时 他早已是没了呼吸 多年来支撑他活着的希望 也在此刻瞬间化为了泡 这一刻老金终于下定决心 他不仅要帮儿子复仇 还要让村子里的人血债血偿 可孤身一人的他 终究不是村长的对手 于是为了能找到帮手 老金盯上了山洞里的老鼠 他用石头砸断手掌 以鲜血为瘾和鼠群达成了契约 或许是巫女的在天之灵 当看到这位父亲的无助后 成千上万的鼠群 竟如同训练有素的大军一样 开始向着村子不断行进 而伴随着乌云蔽日的场景 巫女的诅咒也终于应验了 老金吹着手里的笛子 用月声将鼠群一步步带往村子 等村民们察觉到异常后 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老鼠们直接破窗而入 开始肆无忌惮地攻击人类 有的村民只是睡得太死 就被老鼠直接咬掉了两条大腿 而另一边意识到不对的村长 连忙带着火把驱赶鼠群 可奈何数量之多 根本不是他一个人能应付的 等他准备转身逃跑时 却刚好跟赶来的老金撞个正招 看着被云层挡住的月亮 村长这才明白老金是在复仇 他想爬上秋千躲避鼠群 可老金又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村长 受到月升影响的鼠群 仿佛受到召唤一般爬上秋千 绳子也因为无法承重直接锻炼 村长最终也得到了该有的报应 而他的尸体也在不久后 被蜂拥而至的鼠群砍尸殆尽 等天亮以后 幸存的孩子们纷纷走出房间 而看着眼前的满地残红 孩子们满脸恐慌地聚在一起 就在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时 老金悠扬的笛声却突然响起 看着打扮成小丑模样的老金 孩子们还以为是要举办联欢会 满怀期待地跟在老金身后 然而本以为村民死后 老金是准备带孩子们离开这里 并像巫女一样帮他们营造新的生活 可谁料此时镜头一转 老金竟将这些无辜的孩子 集体送进了那座满市老鼠的山洞 此时队伍中唯一的婴儿 仿佛像是预料到了什么一样 开始不停地哭闹起来 可看着老金天使般的微笑 孩子们还是毫无警惕地走向山洞 而等他们都进去后 老金则用巨石彻底封死了洞口 村民们之前犯下的罪行 导致老金不肯宽恕村子里的任何人 以至于这些无辜的孩子 都成了老金复仇的最后对象 而伴随着孩子们的死亡 老金也彻底杀死了内心最后的善良